为了要让新手里长更加快速的熟悉里长的业务 今天三支区公所也在第三届里长就职之前 邀请刚刚当选的新科里长来到里长联系汇报当中练习 提前参与会议 要让12月25号上任的里长生涯能够无缝接轨 顺利上手 而恰巧也是第二届里长最后一次的例行会 因此在会议上也选出了新的里长联谊会长 要带领里长同仁们共创共好的三支 让三支越来越好 三支区公所今天办理纪念度最后一场里长里干事联系汇报 在大选过后不少里长连任 也有新科的新任里长 而为了要让新手里长更加快速熟悉里长业务 今天公所也在第三届里长就职之前 邀请刚刚当选的新科里长来到汇报中列席 提前参与会议的实习 要让12月25号上任后的里长生涯 将来能够无缝接轨顺利上手 今年度的最后一次的里长里干事联系汇报 也是在我们朱立伦市长任内 这最后一次的我们的一个市政报告 那我想今天就来的都非常多的一个有新任的里长 那也是很多的这一次的连任的里长 那我们公所包括我个人在内 然后各主管那就就这一任 四年来我们在三支做了很多的包括文化艺术 然后建设各方面的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主要就是让这个里长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市长的领导之下 那我们对三支我们做了一些什么 也让旧的里长们能够了解 也希望说在新的年度 在新的任期之内 那我们有新的策划 新的规划 我们希望的愿景 那我也是希望我们三支期能够越来越好 各客市的主管在会议中 首先报告四年来的成果 还有机关也趁着定期会议进行宣导事项与报告 而现任的里长联谊会长八嫌里长杨振锋表示 做过两届的会长已经足够 希望第三届里长会长可以交接给其他里长同事 为此今天也在会议上进行会长的推荐与选举 这个会议我已经做两次了 我是做两次这样就好了 我们支持独立党做我们的后一人的里长联会会长的 我们开会的话本来时间就已经忍不过了 那关于这一部分可能是说 我希望我说以后公所会里长的话 有些提出的一些建源 希望公所能够纳入进去的 选举过后新任会长由新华李杜国珍接任 杜国珍表示 过去与公所攜手为市政以及民众扶植而努力 有些事务上的磨合 也期待未来能够带领里长同仁们与公所磨合的越来越好 目的就是要一起共创美好的三支 让三支越来越进步 谢谢廖平函三支采访报道